我是肖子哲 刚刚录完一个视频 我 真的应该多用中文录视频 因为用中文表达自己的时候 我感觉我能够表达的更清楚 我能够说的更具体 可能是我自己作为中国人 肯定理解来说肯定是更轻松的 我自己能够理解我自己说的每句话 然后每个词语的选择会更加的贴切 就很少会出现这句话 我说完之后 好像我自己都听不明白那种情况 可能用英语的时候 我现在还处于一个在尝试的阶段 因为我平时是没有机会去和人沟通的 我都是自己在自己表达 就作为一个听众 但是我没有一个听众来跟我互动交流 所以我的表达是进步的是很少的 我觉得 但是不是想说这些 在这个视频里 我还是想聊聊 我自己是如何处理自己情绪的一个事情 可能不仅仅是处理情绪吧 就处理脑子里的想法 我曾经打过一个比方 就是想象自己就是一个老板 坐在一个办公椅上 然后我的面前有很多扇门 每扇门后面都有一个负责的小老弟 我叫他们小老弟 就跟我们干活 跟我干活的那些小老弟 或者你可把他称之为员工 或者称之为下属都可以 只是说他们的职责就是跟你汇报 跟你监管他所监管的区域 然后每一个小老弟都对应的是一种情绪 一种想法 一个信号 或者任何你可以想到的一个词 就是他们在做一个汇报工作 比如我现在坐在这里 然后突然一下我觉得有些焦虑 我为什么觉得焦虑 是因为有个小老弟在敲门告诉我 老大 你现在这个情况 你应该焦虑 只是说这个过程 它变得很自然 变得瞬间就发生了 你都没有察觉到 是情绪传递到了你 你察觉到了情绪 大部分时间是我们没有察觉到的 只是说情绪已经出现了 你已经在这个情绪里面了 你被这个情绪所包裹了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就是那个小老弟他的声音 非常的强 非常的清楚 你瞬间就忽略到了所有一切 你就在那个情绪里面了 你就在他汇报的那个信息里面了 然后你忽略了其他小老弟 他们同时也在跟你汇报 跟你说 这个时候不需要焦虑 这个时候是可以放松的 但你选择了 你没有选择 很多时候是没有选择的 你就自然而然 陷在了一个情绪里面了 但是我觉得 我们大多数人 都需要学会的一个能力 就是能够辨别和察觉到 其他不同的情绪 能够听到不同小老弟的声音 你坐在办公室里 你的主要工作每天就真正的自己 就是你自己坐在那里 每天看前面这几扇门 然后听他们说 但是你要做到 同时能够察觉到所有声音 就是他们传递给你的信号和声音 你都能同时察觉到 而不是被某一种或两种信息所带跑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这样子做的话 你就会成为真正的主人 成为自己真正的主人 你这个时候 可能本来以前是很生气的 这件事情突然发生了 你开车开得好好的 然后突然后面人低喇叭 然后你自然而然就听到 这个小老弟在敲门疯狂的锤门 就说老大 他怎么会在这里按喇叭 就很烦躁 很生气 很气愤 然后你就察觉到了 但是同时 你一定会有理智的那个小老弟 在跟你说 没关系 让他低呗 有什么事呢 是吧 说不定他在提醒你 一件什么事情 或者是他想让你更小心 是吧 可能是一份好心 对 但是你要能够 很快速的能够察觉到 这些不同的声音 然后来做一个判断 然后来做一个选择 你该相信谁 就我现在就是这种状况 就是 我习惯的性的去停下来 去停一下 我不敢我自己感受到什么 就是我感觉 生理上 我有一种 不一样的变化 就是 会觉得 胸 胸腔 就会觉得有点闷 或者是觉得有点 紧张感 就是如果说 很烦躁 或者是不安焦虑的时候 或者是 怎么样 生气的时候 就会有点紧张感 我能够 生理上能够感觉到 心理上 我肯定能 也能感觉到 但现在我就是能够 让自己慢下来 停下来 提醒自己 小老弟说的是 小老弟说的 他一个人说了不算 还有其他人呢 听听他们大家 以其他人意见 是怎么样的 如果这个情况 每个人都在 有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意见 然后这个时候 就是你的责任 就是你的工作 你就要选择 你该相信谁 之前我们大多数人 没有这个意识高度的时候 就会 很自然的去听 某一个小老弟的声音 他这个时候说 你应该烦躁 你就选择了烦躁 其实你没有选择烦躁 只是你自然而然的就 把那个烦躁的行为 发生了 可能你就骂他 或者是你表情上表现出来了 就是你的情绪 就引导了你的行为 然后我觉得 就是你通过反复的练习 反复的暂停 去察觉 这样你就不会被情绪带偏 因为情绪这东西 对我们影响人生太大了 无时不刻都在发生着 它发生了 它都会消耗我们的能量 都会引导我们 做不同的行为 比如我现在如果 我很焦虑 我很沮丧 我肯定是没有这个能量 想来录这个视频的 我就会觉得很烦 我就会 做自治理 就是可能每一件事情 我都把它当做一个 发泄的一个事情 比如说我爸叫我吃饭 我就会态度很差 然后就 就找他的麻烦 怎么 只是随便举个例子 虽然我爸没有叫我吃饭 是我奶奶叫我吃饭 这样子就 无时不刻都在影响着 我们的行为 所以这个事情 对我们的影响是很大的 如果我们都能具备这种能力的话 就察觉自己的能力 察觉自己情绪的能力 成为自己真正的主人 成为坐在办公室里的那个老大 然后那些小老弟 他都影响不了你 他都不能指挥你 就是他说什么 都没有那么大的权力 就不能引导你的行为 情绪不能引导你的行为 而是你自己可以通过理性的思考 去采取行为 或者是淡化 去让那些消极的 愤怒的那些小老弟 让他们声音变小 对你的影响就会变得更小 你就不会受到他们的影响 那么严重 然后这样子生活就肯定会更好 就比如刚刚我奶奶开门 我就会正常的有 自然而然有一个小老弟说 他怎么又这样 他怎么为什么不敲下门 或者是他怎么知道 可能我在录视频 他这样子进来打扰我一下 我就会觉得很生气 很烦 但是同时我也有 另外几个情绪 有几个小老弟都在跟我说 这有啥呀 他又不知道 然后我不还是在这路吗 他又没影响我 然后还有一个小老弟就跟我说 这不是刚好 你可以又把它当做一个 练习的机会 你就没有受到那个生气的那个小老弟的影响 他虽然在那里叫了几句 让你去生气 让你去采取生气的行为 但是你没有这么做 你就又练习了一次 等下一次同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就生气的那个小老弟对你的影响就会变得更小 所以这是一个好事 对 我就能够去马上反应过来 就自己可以选择 就我觉得 说到底了 人就是想自己能开心嘛 没有谁不想开心嘛 你肯定都是就是想每天开开心心的 能够很 怎么说呢 就是很平静的吧 可能大家不会那么追求的平静 特别年轻人 他们觉得就可能就烦躁 愤怒这种 其实是一种 是一种好的情绪 甚至是 但是我觉得自己会感觉得到吧 你生气生多了 自己难受呗 自己不好过呗 也影响你身边的人 所以肯定是还是想要开心的 想要开心 就你要能够意识到 有些时候 开心是完全是可以的 只是你自己 被那些不好的小老弟所带偏了 你被那些消极的情绪所带偏了 产生了 你自己其实理智下是不想要的行为 比如说 愤怒 愤怒的去骂一个人 或者是吵架 这样子 对 不耐烦 这就是我觉得 我需要去做的一些工作吧 就是 通过真正的日常生活中的事情 来提高自己的察觉能力 让自己成为自己真正的主人 而不是那些小老弟 对 我现在有个小老弟就会说 啊 你那个录这样的一个视频 大家肯定会有不一样的看法 会过来 就是会说几句啊 你会觉得会莫名的不安 因为那个小老弟在这么跟你说 在这么跟你汇报 说这个情况老大 你就应该有点不安 但是我不信他的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我为什么要不安呢 有什么好不安的 我不安对我也不利啊 所以我不信 我不听 他虽然他那个声音挺大的 因为 他在我这儿好多年了 然后 之前我没有意识到这些的时候 我就听他的 同样的情况发生了 类似的事情发生了 我就直接听了他的 我就听了 啊 我这个时候就觉得很焦虑 很不安 很紧张 很害怕 就会有那种情绪 生理上会有很强烈的感觉 就会觉得出汗啊 就会觉得慌啊 心慌啊 很烦啊 这种感觉 但现在我就慢慢的去调整自己 慢慢的去 淡化那些声音 就是那个 那个小老弟 我就让他 你安静点 你可以说 但是 我不会听你的 我就这样子做一个决定 就同样的事情 我就会 选择让那个小老弟告诉我 另外一个小老弟跟我说 勇敢点 勇敢点 自信点 别想那么多 你想说什么 就说什么 对 然后我就 想听那个人的声音 然后 我就是通过录视频 去不断的去换掉这些人吧 可能以前会 比较活跃的那几个声音 现在就被我替换成了 好的那些声音 积极的那些声音 我脑子里就会 变得更加的 有安全感 有勇气 对 好吧 我现在差不多得走了 我得回爷爷奶的家 今天是8月11号 我今天过的真的 8月10号 现在7点15了 晚上 希望我刚刚说的 对你有些帮助 然后 我邀请你一起来 察觉我们自己 脑子里的 那些声音 能够 更好的 处理好自己的情绪 管理好自己的小老弟们 做自己真正的老大 OK 祝大家开心 自由 健康 拜拜 拜拜